哈喽大家好,我是潘大师,欢迎大家,欢迎大家,欢迎大家,团队,哇,魔术师,又来魔术师哦,祭司,牛仔,冒险家,这个阵容是真的,这打速散,感觉就上来就是九死一生,对吧,这个标题我都缺好了,九死一生,这个局我觉得求生者基本上没有太多的机会去战胜这个速散,尽可能保平吧,这道阵容都别说中后期打不过了, 前期我感觉也没有太多的机会啊,脆,然后打架的话呢,单牛仔,你也不是特别打得动,牵制祭司这个点位,说实话也就这样了,散一根,祭司往回走,那这边的板子已经破了,这个点的话,基本上就是翻了这个窗就得吃这一刀,不过也行嘛,对于祭司来讲的话,已经牵制到极限了, 他已经做得很好了,这边蓄力刀,来,你敢打,呦,这个刀够远,这个洞有点亏,那这样的话祭司没有太多的一个牵制的能力了,这个洞交掉了,下一个洞交完就得倒了,下一个洞交完就得倒了,而且这个洞它也只能是解决燃眉之准,哎呀,这还打了个奥料,解决不了,这边丢散一封,好了,倒地,解决不了根本性问题, 转转转转转转转,我大不了收,一刀,呦,没打到,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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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这边祭司的反应非常非常的快,这波速散,这个点没有能击倒的话呢,还能再拖一手,切过来,有一说一的祭司牵制的确实有点好,有一分四分钟秒的,还没倒, 比我想象中好太多了,但差不多了吧,一个摇铃没摇到,不会,祭司一个人拉满,这套阵容呢,理论上面来讲是打不过的,但是如果你有一个人非常的顶,牵制的非常好,那我们又要请下一位受害者啊,不行,这局还没有结束,还有中后期,还有中后期,待会这边救人怎么救, 我就想知道一下,你救人救得下来,你就一个牛仔,你搞得好像你救人一定能救得下来一样,我这边人挂上了,一波防守你救不下来,牛仔倒地,瞬间翻盘,剧本都写好了,这话牛仔得提前往前顶,速散这边是有伞的,直接已经排到牛仔的位置了,那这样的话是开吸魂,这样的话是开吸魂,其实我觉得这个丢伞可以留着, 这吸魂,得让他不能勾板子,好的漂亮,拦住,又是一波非常成功的防守,但是来了一个冒险家把人给捞了,那我先把牛仔挂了,先把牛仔给挂了,牛仔挂了以后,再做一波防守嘛,再做一波防守,这波冒险家过来补救,真的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好,甚至我都没有看到冒险家过去把人给救了,而且是卡半救下来的,没有过半了, 换了一个挂,球者这边的话,祭司拉大洞找队友嘛,好像祭司拉大洞找队友,还需要外面重新起台机子,冒险家这边压着救人,机子不够啊,机子还是不够啊,机子还是不够的,所以说这边要看就是,怎么能够把这个人给救下来,冒险家再拖一波人, 这把,如果说输了就输在冒险家手上了,冒险家这个救人救的是真的好,那现在的话只能是开西魂往中场顶了,这边的话祭司拉开了,这祭司是个二挂, 外面的话,球者这边补完状态,前面有个大洞,漂亮,原来这边已经找好了退路了,他这边应该是过来三眼封密码机,然后来找外面的牛仔,两眼封,外面魔术师重新起机子,可以,球者的话安排的非常到位,安排的非常到位,这里看见冒险家,你不会要挂冒险家吧, 确实牛仔不好抓,这边只能抓冒险家,抓了冒险家挂上再起步防守,外面的机子,可能要修个五六十,魔术师这边的机子可能修个五六十,等到这边击倒,一刀打中了,那打中的话应该追牛仔了,全残,而且外面机子在修,这个局还真不太好判断,这边其实我觉得如果抓牛仔可能会更好一点,为什么呢,因为牛仔击倒了以后, 是一个二挂,是一个,待会儿救下来也是个挂飞,打魔术师机子能压好,牛仔这边还能保一波人,放,再牵,应该是狗普下来了,直接捞,祭司的话应该已经贴门了吧,祭司这边没有贴门, 救下来,牛仔一勾勾开,追的话应该是追冒险家,他两眼封门,然后丢伞先秒这边的冒险家,找到牛仔待会儿还能平,赢的话可能比较难了,因为他这边的伞一丢以后,就没有任何的能力去管祭司那边的开门了, 这边击倒冒险家以后找牛仔,牛仔拉开距离,管门嘛兄弟,你在管门不太好吧,但我觉得把牛仔秒了挂上, 牛仔那边还有个大洞啊,这局穷主打的确实好,祭司牵制的好,关键是冒险家两波救人,这个隐形的救人位真是让我万万没有想到啊, 虚拟刀这边放分身就可以了,放分身,判断一手,还没判断到,开吸魂,点位上面的话这个点,吸魂结束应该是有机会一刀的,一刀,好的,呃,这里门没有开,那边大门呢是被掩下了的, 我们看穷者这边的话,两边的门好像都被压制住了, 冒险家又来了,又是这个冒险家,偷偷摸摸,哎,你没想到吧,我冒险家又来了,又捞下来了,这是团长,这是痛了吧, 蓄理刀,没回到, 现在最大的问题,穷者这边门应该还没有怎么开吧,门还没有开,门还没有开,我觉得,速伞就有机会啊, 呦,外面的状态不太好,外面的状态不太好,虽然说挽牛解说这牛仔是个二挂,祭司压着, 那我这边抓你祭司怎么地有平局有呀,我这边打一刀然后丢伞,那祭司人就不下来的, 这里指的是祭司太会跳地窖,祭司不能想着救人,祭司人看情况跳地窖, 这边先把大洞给打了,大洞打了那边的门再点,这个时候如果能管门的话,我觉得他有机会能翻盘多抓呢, 来了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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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,门,到脸上,完了,两个人都在脸上,冒野战,让你救我人, 那祭司还得再压着,然后魔术师得绕过去去点, 小门,还能翻,这个局是打的真的好看了,有一说一啊,为什么这么喜欢观众团长, 那不是老独奶他什么的,而是他的局打的真的好看,要我们刚才, 这个大部分人是不是就选择,震慑我,大部分人是不是就选择去把那个祭司抓了保平了吗,对不对,但是他不,哎,这个人不,我不,哎,我要四杀,古早,打得好,打得好,打得好,感谢大家,我们下期见,拜拜。